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以信义为本的传统社会 对待债务是怎样的态度 借钱是意义 还钱它也是一种意义 现代社会失信行为时有发生 背后有哪些原因 它是品质方面的缺失 在道德上我们把它称之为贴德 有恃无口 你能帮我怎么办 那违法成本太低 诚信是立身之本 也是处世之道 传统社会的重信首诺 对现代社会会有哪些借鉴 道德上我们一定要进行一种矫正 矫正过来 你说你出门想坐个飞机没门 坐个高铁没门 坐一等坐没门 法律讲堂文史版春节系列节目 年化中国礼 信义为本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文史版春节系列节目 年化中国礼 我是主持人杨波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广州大学教授 法学专家刘云生先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知名律师侯胜先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二位 这个春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 也是一家人团圆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经常讲 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有人却有家不能回 那是因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们为了躲债 刘老师 我注意到俗话讲到说 过年如过关 那么对于那些欠债 要还钱的人来讲 是不是更是如此 传统当中 就是有三句话 来形容这种年关 常债的行为 第一句话叫 债不过年 就是说 一年就分为三个大的关口 我们简称三关 第一关就是 我们把它称之为端午节 这是一个关口 8月15中秋节 它是个关口 最重要的关口就是年关 就是你今年的债 你必须今年厂房完 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新政不讨债 什么叫新政不讨债呢 就是说 到了那月29 那月30 你不还钱对吧 我就坐在你家里 并且坐在你家的堂物里边 我不走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一旦到了那个子时之前 你就必须离开 那为什么 你不可能逼得别人 老是躲在外边 不能回家吃团圆饭 也不能回家寄组 关键是你自己 还得回家团圆 你自己还得回家寄组 那第三句话是什么呢 躲得了出意 躲不过15 那么时间躲债的人吧 他在年28 29 他早就躲出去了 他一般地躲哪地方呢 就躲在那个城隍庙 那为什么躲城隍庙 城隍庙它代表了 一个城市的保护神 它代表了公平正义 就是你讨债没问题 但是你不可能说 追到城隍庙来讨债 那么我在城隍庙 不仅有吃的有喝的 还可以洗浴 洗澡 还有很多富商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 失色性的行为 但是你这一躲 并没有意味着你就能躲 那过了15 债权又会上门 又会讨债 就我们现在的法律颜言而言 欠债还钱是一种义务 那刚才我们刘教授提到了 说你躲到城隍庙里面 还有一些富商 可能会对你进行一些施舍 我觉得这种施舍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这不叫施舍 这叫纵容 你说你可怜 哎呀我躲着 你看我不敢回家 关键是 人家借钱给你的时候 人家是出于一种义 出于一种善 人家现在要钱的时候 人家可能需要这笔钱 回家过年 人家甚至可能需要 这笔钱去救命 去给孩子交学费 这钱呢不是白来的 所以我认为这种 你说躲过去了 有人觉得可怜 还给他施舍 我是完全不认同 刚才谈到了 就是说要债的人 也就是债权人 他讨债 他也是有分寸的 那我们现在还提倡这种 有节度的讨债吗 我认为这个呢 我们也不能够说 把这个延续下来 因为债务的旅行 它是有期限的 它有约定的期限 它有法定的期限 到了期限 那你就得给 这就是一种诚信 就是一种遵守契约 就是一种遵守法律 你不能说过年过节了 那我这个自然而然的 我就可以往后延了 这种契约的旅行 这种义务的旅行 这是不受你这个 节假日的限制 何律师讲的吧 我最后的结论吧 我赞同 但是分析路径吧 我不赞同 就是一般人 在传统中国来看 如果说借钱不还 他自己也会蒙受 道德上的一种差评 所以诚信诚信 在说文解字当中 它是互训的 诚就是信 信就是诚 就是按照一般的概率来说 借钱是义信 还钱 它也是一种义信 所以我们在传统中国 它不叫诚实信用 它叫诚实信义 就是你借钱 你必须还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有个成语叫 在台高筑 讲的就是周兰王的故事 周兰王当时要去征讨清国 然后借了成民很多债 那后来仗打完了 成民来说债的时候 他还不起 还不起怎么办呢 他就躲 就躲在宫廷里边 最高的那种建筑里边 这就是我们今天 在台高筑的典故来源 那周兰王躲债 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 第一 他认账 对吧 对 他认为还钱 现在还钱也是天经地义 但他确实还不了还 他躲 他没有通过让侍卫 对吧 让警卫部队 把这些什么债权 都通通拦在宫外 通通过抓起来 他没那样做 也就是说他还是内心 他是认账 他还是想达到意义的高度 只是说那个女性能 你出了问题 生活中出现债务 有人无力偿还 有人却故意不还 传统社会怎样惩治 失信行为 一种叫赤刑 打屁股 还有一种叫杖刑 现在是不打板子 所以屁股不疼 欠债无穷 失信现象在现代社会频频发生 法律对失信被执行人 如何规制 你不能够有高消费 你出门都很困难 那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 失信的现象 你法律惩治 我成本太小了 法律讲堂文士版春节系列节目 年化中国礼 信义为本 正在播出 那么对于那些不讲诚信的 就像您刚才讲的 他没有意 欠账就是不还 过去除了诚信的道德提倡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制约机制 或者说是惩罚机制 那除了道德上蒙受差评 那古代从民间到官方 惩罚措施就很多 你比如说 首先就是那种担保 你都提供担保 那个时候既可以物的担保 也可能是人的担保 那个时候就保人 你不还的话 他就可能会直接找保人 直接让保人承担两代责任 你先旅行 这实际上就可能会直接让你增加一种新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 这是一种 就是保人制度 第二种吧 就是直接危机到你的人身 自由 你比如说 不再叫医生折仇 医生折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必须拿自己的那种劳动来还差 你就到我家里来 再去你家里去劳动 劳动所得 就折抵你的这种债务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吧 就是叫牵涉 牵涉是什么意思呢 牵涉就是债权人可以到你家里来进行 相当我们今天的强势执行 你家里能够 我能拿走的 我就全部拿走 包括可以拖转 家口 就是把你家里的那种 撞劳动力 它可以牵涉的 家里的牲口 也可以牵涉的 但是牵涉吧 古代法律它有严厉的规矩 它有三个条件 第一 你必须通过官方的批准 你不能通过私立救急来解决 第二 不能过量 你要拖转过量的话 那不是构成偷盗的问题 那是构成抢劫的问题 第三 不能拖转老幼和妇女 也就是说古代 要强制执行的话 那个牵涉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措施 那第四种 家里没什么可拖转的 那怎么办呢 那可能就会承担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吧 我们一般的有两种 一种叫赤刑 就是我们后来的叫打屁股 还有一种叫杖刑 如果赤刑 杖刑 弄完了之后 你还不还 那就可能会面临 雏刑 流刑 像这一类的 所以中国古代 都为了维护这种诚信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权利 确实有很多种方式 刚才我讲的 仅仅是简单的几种 根据刚才刘老师所讲 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 如果你欠了债不还 最后可能上升到肉性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是不打板子 所以屁股不疼 欠债无穷 我们这儿有个小视频 大家一起看一看 最高人民法院 从2009年3月30日起 向社会开通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 信息查询平台 社会各界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查询全国法院 2007年1月1日以后 新收及此前未结的 执行实施案件的 被执行人信息 截止到2019年 11月21日22点 公布的诗信被执行人 有564万3637人 全国总人口 按14亿计算的话 也就是说 每一千个人里边 就有四个人 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位看了这个数字 我感到有点触目惊心 一千个人里就有四个 或许还有很多 大量的欠债纠纷 还没有爆发 老百姓一般把这种 欠债不还的人 叫做老赖 我不知道侯律师 认为这个称谓如何 这个称谓 它更多的 含有了老百姓 对这种欠债不还 缺乏诚信的人 他的一种情感上的 一种厌恶 和道德上的一种谴责 他实际上指的是 具有履行能力 而具不执行 生效法律文书的 我们把这样的人 老百姓把他成为了老赖 那为什么现在 有这么多失信的现象 或者说这么多失信的 被执行人存在呢 一个是我个人认为 在道德上 我们称之为缺德 那么这种缺德 到底违不违法 缺德 它不单纯是违约的问题 它肯定具有违法性 只是说法治观念 特别淡保 他就认为 我下面借钱的时候 我当孙子可以 但是你的钱到我手里边 我就当爷 那违法成本太低 我凭什么 我不拿着你的钱来享受 所以中国现在 那么多的亿万富翁 就是富数的富 胜负那个富 它就是这样来的 我拿这钱我就不管 你又拿我怎么样 不去得 但是你法律惩治 我成本太小了 你骂我 我就当着没听见 所以这里吧 还是跟法治关键淡保 跟那种道德上的境界 不高 都有关系 这是两个方面的造成 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第一个方面呢 它是品质方面的缺失 他觉得我欠这个钱 没有什么 那欠钱的人多了 你干嘛老丁子 我一个人呢 这些人 有一种心理状态 我就花别人的钱 我就让别人的钱越来越少 你管我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还有一种就是现象对比 或者说这种社会习气 那么多人欠钱 那么多人欠了钱 还过得很好 那欠钱的人过得并不差 那我凭什么要把这个钱还了 然后我自己过这种非常难熬的日子 这是第二个层面 还有第三个层面 你能把我怎么办 有恃无恐 你能把我怎么办 我就欠钱了 这就是实际上 有个惩治力度的问题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视频上 最高人民法院怎么怎么样 那都是近几年的事情 虽然这个规定之前就有 但是在早期 它的落实的力度是不够的 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 所以才滋生了 这种失信的人 而且还心安理得失信的人 为减少失信行为 现代社会从传统文化中 能汲取哪些智慧 首先我认为还是应该强化 道德意思 第二个方面还是要强化 法律上的这种承接措施 对于恶意拖欠的失信被执行人 现代法律如何惩处 恶意到达了情节非常严重的地步 那直接可以定罪量刑的 剥夺你的人身自由的 我们该怎样理性地看待债务 又该树立怎样的金钱观呢 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不管是生存还是生活 但求心爱 你只要把账务还完了之后 你的灵魂才会安稳 才会同事 人无信不利 国无法不安 诚信社会的建设 需要我们人人参与 法律讲堂文史版春节系列节目 年化中国礼 信义为本 正在播出 本期节目就要探讨一个问题 就我们中国古人是怎样讲诚信的 这古人的诚信 对我们今天解决这种债务纠纷 欠债不还的现象 有哪些借鉴 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还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首先还是这种道德的问题 道德上我们一定要进行一种矫正 矫正过来 这跟传统的这种诚信意识 它是严重相违背的 你比古代很多他讲诚信的古诗 你比如说清代有一个叫蔡林的人 我访虽杨 Jason 我都不想讲诚信的吧 那帝文也不想讲诚信的 我认识 说明说要是我的 我认为这资讯 时就让我认识 但是我认为这种诚信的 śmy说这种诚信的有关 事情还没有 对我们的诚信 我认为 那是 女人 我认为 王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限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私信执行人 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多次提到的老赖 那私信执行人又不一样了 他是有能力履行 但是他拒不履行 那么我们法律上对他的这样的管理 或者是成熟力度 那就又不一样了 就不仅仅是限制你的高消费了 我要把你进行一个公布 这种公布就要通过广播 电视 报纸 网络 新媒体 公众场合的大型的显示屏 我公告的意义就在于 你的这种私信行为 要受到一定的惩处 要受到社会的谴责 又说要受到公众的监督 除了公布之外 我还有通报 我把你这种私信的行为 我要通报给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行业协会 等等一些相关的单位 或者是人群 那么这样的话 涉及到的后果就是 你想去投个标 你想去融个资 你今后想介入某一个行业 对不起 你进不去 因为你严重的没有信用 但是如果在乎不在乎呢 你限高我不高消费就完了呀 我用别人的名义高消费就完了呀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种就是恶意 到达了情节非常严重的地步 那我们直接要以最严厉的 法律措施来惩罚你 这就是我们刑法中所说到的 拒捕履行判决裁定罪 那直接可以定罪量刑的 剥夺你的人身自由的 根据侯律师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编制了一个天楼地板 对于老赖乃至于无赖 进行了全防卫的这种监督惩戒 但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除了看到这些失信的被执行人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守信用的人 这种见诺守约的例子我们也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视频 1992年股市刚刚兴起的上海 在一家工厂工作的张柱和罗凤仙夫妇 因为要筹集儿子出国留学的费用 把家里十万元积蓄交给了一个人 这个人自称能买到原始股票 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从此却踏进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惨遭诈骗 不仅倾家荡产 还欠了36位亲友100多万元的债务 当时他们的工资不到400元 100多万就是天文数字 可是张柱和罗凤仙 向他们欠债的亲友一一承诺 一定要把欠债还清 怎么还呢 在这之后 他们摆小摊去饭店打工 想尽各种办法来还债 每年春节 他们都会挨家挨户的上门 一笔一笔的还债 年关还债成了惯例 后来张柱凭着机械方面的 悟性和技能开了个小作坊 再后来 他们抓住市场机遇 逐渐扩大生产规模 把作坊变成了公司 就这样 一步步一年年的还债 经历十年之后 他们终于还完了全部的债务 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这个例子有点心酸 但是结局又比较令人安慰 因为这一对夫妻 信守了自己的承诺 这个短视频让我非常的感慨 它实际上回归到了 我们对于钱的态度是什么 你看这个视频里面 它给我们体现出来的就是心安 我相信这些借给他钱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说你必须还我 像他们这种家庭禁语 有些人可以说出于意 说你就不还了 但是他们坚持要还完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心安 这个视频对我的启发就是 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的 就是如果守性能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是一个守性的人 你后来得到的所谓的福报 古人叫福报 可能就更大一些 这方面很经典的例子 很感人的例子都很多 比如说一个叫南宋时期 有个人开染房的 他叫陶四翁 陶四翁他开染房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到了债 谈到了诚信 谈到了我们国家对诗信人的制裁 还谈到了守信 能够获得的包养或者是回报 那么我们想请两位嘉宾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 我们请刘老师先 借钱是一种善举 也是一种意义 常债 它更是一种意义 所以民法上有两句俗言 一个叫债永不服务 第二句话就是债务永不消灭 除非你履行 或者债权能免去你的债务 你只要把债务还完了之后 才能搭到我们刚才侯律师讲到的 你的灵魂才会安稳 才会同事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 信用它不仅是历生之本 还是处事之道 人言为信 对吧 最起码的一种诚信都不讲究的话 你就失去了一个人之作为人的 最基本的道德情绪 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 特别强调的一点 诚信它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需求 它在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存在 夫妻之间没有诚信 哪里来的天长地久 长幼之间没有诚信 哪里来的传世家风 社会交往中没有诚信 哪里来的合作愉快 工作事业中没有诚信 哪里来的前途无量 所以诚信它是一种全民的需求 它需要我们学校 家庭 社会 一起配合 一起努力去营造 这样一种稳定的道德品质和社会秩序 所以我说 今天我们年关说钱 说的是钱 说的是诚信 说的更是一种品质 做人的品质在 生命的意义就在 所以有钱没钱 坦荡就好 钱多钱少 无愧就好 是否富有诚信就好 东去春来 过年就好 观众朋友 古人说 一诺千金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债权要保护 债务要清偿 因为人无信不利 国无法不安 诚信守信 既是道德范畴 也是法律的约束 诚信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 一个不讲诚信的人 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 而诚信社会的建设 需要我们人人参与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大家共同做一个 守信的人 好 感谢您收看 法律讲堂文史版春节系列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